作者黄凯提 我今天要分享的是 可爱的熊猫 有一个小女孩 她在路上遇见了一只大熊猫 她将这只大熊猫带回家 准备了很多食物给大熊猫 大熊猫生了五只可爱的小熊猫 大熊猫开车出门买东西时 不小心撞到一个人 撞到人 她很担心 也很害怕 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一群熊猫在桥上看风景 熊猫宝宝睡醒了 找不到妈妈 熊猫妈妈回来了 熊猫宝宝很开心 熊妈妈帮熊猫宝宝 准备了他们温暖的家 熊猫姐妹打架了 妹妹向妈妈告状 他们全家人聚在一起看恐怖片 小女孩的妈妈开车撞到一位老爷爷 女孩妈妈发现 她的世界变成红色的 一觉醒来 猫熊发现原来一切都是梦 世界还是和以前一样 熊猫家族又过着幸福 平凡的日子 可爱的熊猫分享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